人民日报4月7日曝光了一段解放军军机回怼台军的视频 台军向解放军军机航话 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600米的解放军军机注意 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 立即回转脱离 解放军军机飞行员则霸气回了一句 这里都是中国空域 据参考消息网原因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称 这一幕发生在4月7日下午5点19分至5点21分 台空军作战指挥部的一名无限电军官 向解放军航话结果遭到了解放军的强势回怼 报道称台当局防务部门后来透露 解放军15架军机在不同时间进入了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包括12架战斗机1架反潜机和2架预警机 报道还称解放军军机本次飞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是4月份的第5次 今年的第67次分析人士说 解放军军机巡航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的密度和价次都在增加 这是大陆对台湾地区实施规则地带战术的一部分 据报道次日解放军军机再次进入了台湾空域 据环球时报援引台媒的报道称 台空军8日晚发布消息称 解放军两架次运巴反潜机8日 自不同方向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台空军声称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并以广播驱离等 台空军司令部8日晚在防务部门官网 及时军情动态发布解放军8日进入台西南空域的消息 报道称根据台空军公布的图片 一架次运巴反潜机是由广东福建省交际处外海 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之后进入台西南空域深处 在依相似航线飞反 另一架次运巴反潜机则是由巴士海峡上空 进入台防空识别区南侧 短暂飞行一段距离后 在依询相似航线飞离台防空识别区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的行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唐克菲大校曾表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时兵演练 展现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我们必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予以挫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